音樂那球真的彈得很高 如果再等一顆HUB的話 應該會比較慢一點 然後就想說就是往前接會比較快 就像落接也沒關係 就是剛好看著球這樣子 就是一個反應動作 然後剛好接到然後就傳一下 還蠻有心的 就是音樂那球真的很難接 就剛好閉著眼睛吧 那時候還好就是 球桿這樣接一下 然後就接到 我接到那一顆也蠻意外的 剛好那個TEMPO剛好就是 往左這樣子移 然後就想到 咦 明度也在後面 然後算了我一直給他開會接 然後就傳一下這樣子 你就默契吧 如果我來位置就讓你有 如果我真的剛好移到那個方向 就剛好順勢去接球 剛好對啊